一个出生在湖北省实验室的贫困农家 连中专学费都交不起 而被迫异业的贫困穷小子 在今天成为了走进华尔街纽交所上市敲钟 身家超过330亿元的著名企业家 他就是名创优品的创始人叶国富 10月15日 中国最大的实验店名创优品正式登陆纽约证券交易所 在提高了发行价之后 首日收盘上涨4.4% 市值盘中一度超过70亿美元 持股72.5%的业果负身价暴涨 自2013年在广州开出第一家门店之后 名创优品在短短的7年时间内迅速扩张 并成为行业龙头 目前全球拥有超过4200家门店 相信你所在的城市一定见过名创优品的门店 今天我们也采访了名创优品的CFO张赛因 今天是名创优品上市的第一天 但它上市只是一个起点而不是终点 那对于未来来说 我们其实我们公司的战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 我们还是现在以线下为主 继续拓展更多的店铺 在国内我们会尝试进入更多的低线的城市 海外我们现在去了超过80个国家和地区 未来将进入更多的国家和地区 我们把线上业务当作线下业务的一个补充 今年疫情期间增长也非常好 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还是以线下为主 线上作为补充 其实外界呢 管名创优品可能有一个外号叫十元店的一哥 然后您是怎么看待对于名创优品 它在品牌定位上的这样一种感觉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成立之初包括我们未来的一个Vision 其实就让全球的消费者能够更轻松的享受生活中的小确幸 有品质的生活 所以说我们认为提供高性价比的高质量的产品 其实是我们公司的一个永恒的一个经营理念 那么就在名创优品上市的前夕呢 其实也有这个声音爆出 阿里现在可能也要入局这个行业了 那您怎么看待作为一个强劲对手 要来您这个领域来进行发展 两方的或者说接下来更加强烈的竞争 这个您是如何看待的 阿里的这个新的一元店怎么运作 其实我们也是比较好奇 如果阿里真是能一元把它做出来 非常有高性价比高颜值高质量的产品 我们也非常想好好学习一下 第二呢 有更多的玩家 尤其是阿里巴巴这种国际巨头 加入到高性价比 产品的这个赛道 说明这个赛道是非常有价值的 所以说我们也非常欢迎 叶国富对于零售的理解 时常语出惊人 比如高价格加高毛利等于破产 低价格加低毛利等于首富 至少目前来看 明创优品的打法是成功的 叶国富将其总结为三高三低 即高颜值高品质高效率 低成本低毛利低价格 通过设计把握系列感简约风时尚感 然而近期明创优品因指甲油致癌物质超标1400多倍冲上热搜 让一些用户顾虑产品的质量与安全 对此CFO张赛因表示 公司的质检的标准和程序其实是相当严格的 当然明创的产品质量好不好 还是屏幕前的用户最知道 近些年随着新零售热潮的兴起 互联网大厂门纷纷搅局布局新零售 开启了自己的探索之路 而小镇青年叶国富已经成功带领着明创优品 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接下来随着大厂门的搅局 你认为谁将笑到最后呢 来说说你的看法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